美国宾州警方大举出动 因为当地爆发恐怖越狱案 逃跑的是恶名昭彰的杀人犯 越狱嫌犯今年34岁名叫伯勒姆 他犯下杀人性侵绑架纵火刑切等多项罪名 周四深夜他偷偷爬过健身器材 再以床单垂降到地面越狱 警方整整搜了他三天 只发现他在森林里扎营的痕迹 警方证实这名杀人犯具有野外求生技能 另外公布他手上的关键刺青作为指认 附近居民则吓到不敢外出 另外加州也发生 嫌犯逃脱事件 证明杀人犯跟警察驳火时受伤 趁着医院治疗途中逃脱成功 警方目前没有公布他的逃离方式 只强调他的危险程度 和滨州逃狱杀人犯不想上下 这个新闻综合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